朋友们大家好 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 分享一个凉的米糕的做法 抠抠弹弹,软糯香甜 整个过程做法不难 新手也能一次成功 教人们看一下这个颜值 有馋到您了吗 如果你也喜欢 可以跟着海娟一起来作用 首先倒入 半碗的大米 半碗糯米 一点点小米 放入清水 先给它淘洗两面 淘洗好的米中 我们放入清水 清水的料像平时蒸米饭一样 放入电饭锅中 蒸至软辣 把蒸好的米饭放在大盘中 用擀面杖倒一倒 导致发黏 但也要保存一点小颗粒 这样吃起来口感会更好 倒成这样微微方黏的状态 这样就可以了 倒好以后稍微晾凉 晾凉的米饭中 我们放入一些蜜红豆 再加上一些自己喜欢吃的果干 然后我们用铲子沾一点点的凉水 翻拌均匀 翻拌均匀 把米和我们放的小红豆 果干 让它融合在一起 成团以后再下手揉 揉好的米团直接移到面垫上 同样手上沾一点水 防止粘 稍微搓揉 整理成长条状 整理成这样的细长条状 接下来我们给它从中间分开 放在铺好的保鲜膜上 把保鲜膜的两端折叠过来 然后给它卷起来 卷好以后再给它搓一搓 这样就可以放在冰箱里冷冻了 冷冻一个小时左右 一个小时以后 我们从冰箱里拿出米糕 已经微冻的状态了 打开保鲜膜 最后的一块留下 带上一点保鲜膜 切的时候更容易一些 要像拉锯一样 来回这样给它拉 不然会切散 切至的时候不要一下切到底 来回拉锯似的切 慢一点力度 切好的米糕 我们给它去掉保鲜膜 装盘就可以使用了 家人们看一下 这样做的米糕 您喜欢吗 颜色漂亮 咬上一口 抠痰爽滑 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 我们可以直接使用 如果微口不好的 还可以放在饼盛中煎一下 两种吃法 两种选择 家人们 你们更喜欢哪种呢 评论区留言 看一下这个颜值 真的是美爆了 喜欢的您也动手试做吧 好吗 好吗